这一场我只想吃一点 大家知道我的食量 就是那种轻轻松松 那种鱼肉倒是咖善心 什么的 随随都吃不饱 我觉得那种什么 大脚啊 一大脚的啥 但是反而是根本不够我吃 所以我就想要一些 比较那么多 嗯 哈喽有人吗 对 天呐我今天太酷了 有没有很酷我今天 少女偶像依然是蹲在厕所 给大家直播 对 听到我这个回声了吗 我现在戴这个眼镜在厕所里面 用这种充满回声的声音 给大家低沉的 回声的声音给大家直播 觉得自己很像那种 杀人分尸的变态 像跟大家分享我杀人的心得 我这几天我跟你讲 太港了 你看到我这港位衬衫了吗 还有我微博发的那个港位红裙 结果我在香港街头穿的时候 香港根本没有人这么穿 根本没有人 Nobody 像我这种衬衫 好歹 还有那么一两个人穿吧 就那种上了年纪的老大爷 和那种大爷大妈 还会在路上穿一穿 像那种大红裙 那种可怕的大红裙 根本完全就没有人穿 而且你穿在香港的街头上 别人都觉得你很怪 觉得你不知道你是个什么人 你为什么穿得这么浮夸 穿得像早期的八十年代的电影一样出来 就很怪 是一个怪人 怪胎 是一个怪物 结果我就穿着这样的红裙 而且因为我们今天拍那个 拍旅行日记 就是大家应该知道嘛 不可能有新饭吧 好了你们不要装了 不要装作是新饭的样子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是跟我一样的小菜皮们 白菜地里面的小菜皮 就旅行日记 其实这就是要穿自己的私服去拍照 结果本来准备了一套 非常非常性感的衣服 哇天 那种性感程度就一出去 你的鼻血就像爆浆鸡排一样 就往外喷射 结果我就本来准备出去 结果我们的那个 我就问staff 我说我们去的地方远吗 是要去哪里 就是拍照 他说很近就去地铁站 我去地铁站那算了 我就直接换了 我就换成了那套复古大红裙 后来我一下来 我就跟staff讲 我说我换了一套衣服 换成那个复古大红裙 他说为什么呀 我说因为地铁站人太多了 你要是不清场的话 我容易引起轰动 我就怕我在香港地头上面 引起香港人的暴乱 这点就不好了 惊扰了飞虎队可怎么是好 对然后那个我们的staff就跟我说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 我就信了 然后我们就去拍照 然后就在那个香港的地铁站 拍了很多很多照片 非常的漂亮 然后那个地铁就非常的复古 都是用那个 用那个繁体写的 而且他那个下面比如说那个 茶弯是有一站吗 叫茶弯吗 还有个叫弯仔 然后他不是 如果像我们下面要不就是用拼音 或者用英文 弯弯在在 他不会 他用的是那个 那个啥来着 用像罗马字一样的拼的 拼的那种粤语的发音 万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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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弯仔站 叫万财 万财站 亲爱的朋友 万财站到了 对啊 很厉害 然后就在地铁站 你也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那个 粤语知识 而且我们前几天也拍了那个旅行日记 是另一个衣服 非常的漂亮 是一个黑色的碎花的吊带裙 太漂亮了 你知道 为什么那么漂亮呢 因为那是孙瑞穿不下给我的 他随不进去 然后送给了我 我穿起来就非常的漂亮 我觉得我就是 我怀疑是因为 他就是专门给我买的 然后不好意思送给我 就故意用这种 用这种方式 来就是送给我 看出来的 他就好害羞 直男的温柔 这叫直男的温柔 然后穿得这么漂亮 然后 我们当时就去 跟那个 是一个韩国的摄影师 给我们拍 然后我们俩就去那个 花圃 一个花园那里拍 然后去花园那拍的时候呢 就我们的那个 助理姐姐 就是有一个翻译姐姐 就跟着另一波去了 最后就走失了 就送我跟那个韩国的 船夫 韩国的摄影师 然后我们 语言不通你知道吗 就是他完全不会中文 我完全不会韩文 然后我们俩的英文 口音又不对劲 我是一口山东大厂子味的 英文口音 它是一口韩式口音的英文 就我们俩说英文的时候 都以为彼此在说母语 对就不知道我们俩说 是不是一个词 就很怪 我们俩就 我们俩就很难交流 然后我就不行了 我就说不行 一定要好好交流 我说 我肢体语言也丰富 我的肢体语言也是 就给我增添了很多色彩 就用肢体语言也 就用肢体语言也 就是也交流了一段 后来我觉得不行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不能丢中国人的脸 不能让他们觉得 中国人就是英文不好 是吧 然后我就说 那我想了想 那怎么样才能跟那个 韩国摄影师 好好的交流呢 我想到一句话 一句亘古不变的话 叫什么呢 叫做 音乐是沟通世界的桥梁 我说 那我知道了 音乐是沟通世界的桥梁 那我就得唱歌 我就要用音乐 用music打动它 让它通过我的音乐 知道我想要表达的感情 它就知道 我想去哪里拍 要拍什么风格 它肯定会知道的 那我就 我就唱 我就给它唱了一段 竹梦演艺圈 然后 我的旅行日记 就这样结束了 拍了三张之后 它就走了 所以在今天 我还要接着再拍 这就是为什么 我必须 必须 要拍两次旅行日记的原因 因为我给韩国的摄影师 吓走了 他在想 他就有点想不明白 他说 这是中国少女偶像吗 在中国当偶像的门槛 未免太低了吧 对 他就受到我的启发 你决定去泰国走一圈 然后来中国当偶像 他觉得来中国当偶像 太容易了 啥都不用会 你就可以当偶像 啥都不用干 你就当偶像 他有个一气之常 他还会摄影的 我都不会 对 所以我们韩国摄影师 今天就不在了 他就去泰国了 希望就是 我们就是以后 就是报名的时候 能够遇到他 我也帮他隐瞒我们这一段经历 这段历史源源 真的很好笑 而且我 我前一天 前几天不是 我们第一天去逛街的时候吗 从三点逛到了十点 和那个郑丹妮 和那个源源和孙瑞 我当时要累死了 我真的要累疯了 他们女人逛街 真的是太麻烦了 太可气了 你说工作的时候 公演的时候 蹦蹦哒哒 两个小时 都已经要累死了 已经要累疯了 为什么逛街 可以连续 不断地一直逛 逛五个小时 不间断 而且非常亢奋 保持着非常亢奋的心情呢 而且还不管什么店 都要进去瞧一瞧呢 你说 你去买衣服店 你去逛 我就认了 你去买包 我也觉得很OK啊 香港便宜 化妆品更OK了 香港遍地都是 你去买鞋店 我也成为 你去玩具店干什么 你去买袜子 买内衣店干什么 你去买雨伞的店干什么 你去这些店干什么呢 朋友 你还要去宠物店 宠物店一呆呆半个小时 你是要买一只猫 从香港运回大陆吗 为什么呢 你告诉我为什么 是因为香港的猫 会说粤语吗 是香港的猫 比中 比香港的猫 难道比大陆的猫要圆吗 我告诉你们 香港的猫 没有比大陆的猫圆 香港的猫 喵也是喵 不会用粤语喵 它还是喵好吗 它不会说粤语 气死人了 真的很生气 而且那天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大家要学习一下 我都说话知道 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staff 你知道吗 他找不到女朋友 他今天专门来请教我 问我 他说怎么样跟女孩子说话 才能讨她欢心 才能让她开心 才能找到女朋友 我说你这是问对人了 我就跟他讲了两个小时 怎么样把妹 讲完了之后 他醍醐灌顶 恍然大悟 一拍膝盖 我知道了 我知道为什么 走了 一溜烟走了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没有告诉她 第一你身边得有美 第二你得长得漂亮 你得长得好看 最关键的两个点 没有听到 听到那些细枝末节 听到那些毛皮就走了 我觉得她还是失败的 我觉得不太看好她 未来的发展 然后最高兴的是 然后孙瑞 我听孙瑞讲什么东西 孙瑞 不要瞎编乱道 我没想到 身体是个帅男的 给了一个科研师手药 是 然后结果我跟一个 特色不要不要不要 然后就对男说 你掉了 我放心 你那一路的科研师带子 对雨季 我来到你那里 掉湿了 下门落得到 你一屎 然后你一屎 然后就掉了一个 然后给你打 你再给掉一屎 然后再给你 然后再给你 等我给你们讲 我们港肿的事 太好笑了 你们听完孙瑞的版本 一定要再回来 听一下我的版本 因为我的版本 更有故事性 更连贯 我把所有的线索 所有的事情 我都串联起来了 不像孙瑞 讲得非常的零散 你知道像我们这种 从事文学事业的人 就是有这种职业通病 一定要把这一整年的故事 用一根故事线穿起来 对它都太零散了 这些事情拼接起来都没有 我是有时间线的 对 等会儿讲 我也等到人到五千 我再讲 不然人少 又得再讲一遍 别人又要问 我今天跟你们讲 以前逛街的事情 就是我们第一天逛街 那个时候 就因为我非常会说话 我们staff专门问我怎么把妹 然后我就 有一个亲身视力 希望大家就是感受一下 就我们第一天逛街的时候 圆圆在路上面 圆圆在路上面 就是看到了那个 就报刊提网 看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 然后圆圆就跟我讲 她说 圆圆跟我讲 她说 好可爱啊 她说 想要 你给我买 你知道圆圆 用她那种 人畜无害肥嘟嘟的 小脸蛋 握着你的手 左摇左摇 跟你说 我要这个的时候 你根本没有办法拒绝 你知道吗 怎么可以拒绝呢 是个人都不能拒绝 你比如说是个人了 你就是一个修道中人 你都得动了烦心 你都得去给他买 嘟嘟 叭唧清凉口 然后我就没有办法拒绝 但是我正准备给他买的时候 我发现 我没带钱 哈哈 我没带港币 而且 最搞笑的是 我们那个报刊提网 是不能够用支付宝的 所以我其实根本不能买 但是 我又不能跟圆圆说 圆圆我没有带钱 我不能给你买 妹子绝对会觉得你是故意不买 觉得你抠 抠死 死 抠 肯定会觉得 你不买就算了 还用这种借口来骗我 你就不就是不想给我买吗 哼 肯定会讲 我跟你讲 结局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千万不能说实话 然后我当时就灵机一动 我就想到了 脑袋上的灯泡 嘎灯亮了一下 想到一个非常精彩的语句 我就跟圆圆说 圆圆说 我买这个 我跟我要买 我说 我就问圆圆 我说 圆圆你为什么要买呀 她说 因为很可爱 然后我就说 有什么好买的 再可爱 都可爱不过你呀 你回去照照镜子 你比她可爱一百倍 你就是活在人世间的 活体芭比娃娃 然后圆圆小嘴一咧走了 开心的走了 完全忘了 让我买芭比娃娃这件事情 你知道吗 学到了吗 有没有人学到这个知识 完全 我圆圆是乐滋滋的走了 我跟你讲 她的这种快乐 比我给她买十个芭比娃娃 还要开心 然后我就说 你有这么快乐 你有这么快活吗 圆圆非常伤感的跟我说 她说 我平时乐趣太少了 身边稍微有一点 稍微有趣的人 我就很快活 我说 你一个都没到18岁的少女 长得又可爱 你跟我说 你身边乐趣太少了 让人觉得很难过呀 害得我就想冲回去 我就想说 不能再骗这个小孩了 我借钱 我都得去冲过去 给她买这个芭比娃娃 我就看一下多少钱 我问孙日借 我大伙去借吗 是吧 我就跪下来 求孙日借我点钱 我去买这个娃娃 我一看580 算了吧圆圆 那我还是用语言 让你快乐吧 我还是让语言 给你更多的快乐 我觉得用物质 得到的快乐 太轻飘飘了 风一吹就散了 我就用语言 让你感受到 真正的快乐 是我们用真心 换真心 得来的快乐 这种快乐 能够保存在心中更久 是我们永恒的回忆 508 一个芭比娃娃 可不可气呀 凭什么 你们香港的芭比娃娃 爆开亭的芭比娃娃 为什么要卖580 虽然是港币了 港币也要680 要400多 对呀 很可气 然后我们 我们刚从机场下飞机的时候 看到有两个 黑人大哥 然后在那取行李 然后就跟旁边人说话 我就想说 我是学英语专业的 我就看他感觉 语言不同的样子 我就说 那就是我张雨昕 一个英语专业的高材生 派上用场的时候 就是我 派上我用场的时候 到了 就是我发挥的时候了 我就正准备走过去 用一口流利的英文 去告诉他 该怎么办的时候 那个 那个不行了 那个啥 那个啥 那个什么来着 那个大哥 我就正准备跟他说话的时候 我听上大哥说话 我知道不行了 没有我发挥的余地了 大哥跟旁边的那个 机场的工作人员 用着一口流利的粤语的讲 你好啊 很累 我很累不见了啦 我帮我走一走啊 我说什么 对 一个黑人大哥 讲着一口 非常流利的粤语 你好 你好 我 我 死了啦 就是那种 讲那种就是 不是非常 就是非常流利的粤语 反正我讲不来 然后带着一口那种 带着一口 就是 英文夹杂着一句 非常夹杂着一两句 非常标准的英文 带着这种粤语 我夫人呐 夫人在这里 我在这边 讲着我的妈呀 我吓死了 我说这真的是 不是我该说话的时候了 我在这里可能是一个 不会说话的人 当时就是 一腔热血 想去跟那个黑人大哥 去帮他解决困难 我到了香港本地才发现 我需要这个黑人大哥 来帮我解决一些困难 因为我听不懂粤语 完全不会 虽然 我就是语言天赋很强 而且我会很多那种 我会很多 我会唱很多粤语的歌 但是讲话 我就是只能听得懂 我讲不来 多海多海多泽多泽 你要去哪里啊 我要去波海盖买波海 我要去波海盖买波海啊 对啊 我就每次就讲这种东西 就讲这种东西 蛮难 蛮能讲的 然后后来 后来那个什么 而且这种事情 这件事情给我的震撼 非常的大 就是有多大的震撼吗 就是就让我想到了很久以前的事情 就是很久以前在一个 就是直播平台 看女主播直播的时候 就是半夜的时候 去看女主播直播的时候 一个一开始 我就是因为是我在睡觉嘛 我就没有找到耳机 我就把声音调小了 调小我就把声音关掉了 我就直接看画面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俄罗斯的萝莉 超级可爱 长得就跟那个圆圆小百的 那个芭比娃娃一样可爱 真的非常可爱 让我五官很立体 是那种蓝色 那种异色的眼睛 不是异色 反正就是 跟我们黑色的眼睛 不一样的眼睛 然后 跟我们黑色的眼睛不一样 就是金发 就是皮肤白到透明 真的非常的漂亮 然后我当时就是 光看她那个的时候 我就哇好漂亮啊 我说我一定要听着 她的直播睡觉 一定要 伴随着她 美丽的容颜 和她轻柔的嗓音 进入我黑甜的梦乡 我当时就是 抱着这样的期待去的 然后就去找耳机 满大街翻翻翻 翻耳机 翻完了之后 一戴在耳朵上 吓一跳 一口流利的东北大茶 怎么着 老铁门啊 我跟你们讲 我们俄罗斯那边 老多东北人了 就是一个俄罗斯萝莉 你们现在可以帮我 换成一个俄罗斯萝莉的脸 就那种金发屁眼的 一个皮肤白到透明的 十三四岁的俄罗斯萝莉 我跟你们讲啊 你们我们俄罗斯老多老多 你们东北人去我们那带购啊 买我们的零食啊 我跟你讲 老好吃 贼好吃的 欢迎大家去我们俄罗斯那边 而且我们俄罗斯没有熊啊 熊不吃人啊 我们养虫物 虫物是熊 我气死 我说你这是诈骗 你这画面和声音不符 你是诈骗 你知道吗 你这是 我很气死我 反正当时我 我本来想伴随着他 美妙的声音入睡 我一下下激愣了 我开始对人生 我对这个世界 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真的 不管是谁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 只要去了东北 这个东北大铲子味 就改不了了 是这种流行性的病毒 你知道吗 无药可救 是无药可救的病毒 只要你去那儿 时间待久了 你就完蛋了 绝 反正当时就是 本来还想着 打赏个一块两块的 后来气得我 一分钱都不打赏 对 我特别喜欢看主播 然后特别喜欢 给他打赏个一块两块钱 表达我对他们的 就是尊重 敬仰 但是 而且我在那个 看那个 光看他的脸的时候 我都打 不止一块两块 我都打赏十多块了 看到 就听到他声音之后 我就想恨不得 让他还给我 很气 嗯 五千人了 好 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港肿的故事 孙瑞那边已经 告一段落了吧 孙瑞 你港肿的故事 讲完了吗 讲完了 我现在想跟他 你认识 到我了 我给你个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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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说错一句 你把你自己 把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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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兄弟们 我给你去过这儿 孙瑞的港肿故事 讲完了 现在到了文学家的版本 到了一个编故事人的版本 我这个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大家注意改编这两个字 因为我觉得事情太临散了 太琐碎了 我就把它串成了一个主线 我要从一开始开始讲起 我要从孙瑞刚出生的时候 跟大家讲起 孙瑞刚出生的时候 天光炸裂 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是七月份 七月底的下午 对 七月份的尾巴 它是狮子座 对 然后他出生那天呢 天空突然出现了一个云朵 云朵凑成了一个 大狮子 然后对 然后让狮子突然从嘴里面 吐出了一个阴痕 那个阴痕就是孙瑞 在编什么 好 现在这个故事呢 就是前传已经讲完了 现在可以出这个屏幕字幕 港肿三 然后我跟你讲 从头讲 真的好好认真讲 就是我们那天 就是我们那天 就是和孙瑞 就是我们俩就是工作结束了 很早 然后我们想着一起去 吃个晚饭 因为我们在香港三天 吃的晚饭 前两天 我们是第三天决定去的 港肿是发生在第三天的事情 叫港肿三 我们前两天吃了什么呢 我们第一天 吃的是日料 我们第二天 吃的是韩国炸鸡 所以第三天的时候 我就 我就请求孙瑞 我说孙瑞 我们能吃一个 跟香港有关的东西吗 我真的是不想吃那个 在上海都随处可吃的东西 我感觉自己好像没有离开宝山一样 而且最搞笑的是 我们第一天吃的那个日料 长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是在某APP上面 第一名很多人去推荐 结果我们吃完之后觉得 也就还蛮一般的 就是那种口味 是我也能做出来的 好味 大家能想象中 想象有多一般 然后我把它批 就是po到那个 我的朋友圈之后 下面还有那个staff 在下面评论他说 哇是不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我也去吃过 我说哇 这家店这么有名吗 我觉得味道就还蛮一般的 他说对 非常有名 是难吃的很有名 我说 我说哦这样啊 他就是反向的有名 是一个反面教材 反正我觉得 如果大家有机会来香港的话 希望大家不要吃那家店 我不是很推荐 而且很贵 我们四个人吃的老多钱 吃的很肉疼 反正就是第一天吃的日料 第二天就在一个 不知道我们要找地方吃 找不到 第二天 第二天更搞笑 第二天孙瑞说 他要去吃牛杂 非要吃牛杂 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天孙瑞 一定要吃牛杂 他就跟着某APP 跟着他定位 一直找 一直找 要去找那个牛杂店 然后我们走了好久好久 然后就说 我们已经到那条街了呀 为什么没有看到 然后我就去看 然后娜娜 我们当时还跟娜娜 我们三个 她一转身 娜娜转身说 关门了 我们就看那个牛杂店 整个铁门是关的 然后她旁边的店 都是开着的 然后这是一个 很偏僻的小巷子 我说这有点害怕吧 所以 你是不是又被那个APP骗了 孙瑞就说 气死了 不行走 走了之后 我们就说 这是第二天的故事 第二天我们吃的是韩国炸鸡 然后后来我们走着走 从这个小巷走出去 走到了一个茶餐厅 我很开心 我说 我们第一天 吃的是日料 第二天终于跟着茶餐厅了 结果孙瑞说 看了看菜单说 不行 我不要吃 我说为什么 她说 吃不饱 我说茶餐厅吃不饱 这一小T一小T的 吃多少T啊 我们要是吃太多的话 要点的T数太多了 一层层蕾上去 别用笑话我们的 我们不能给大陆人丢脸 不能让大陆人 香港人觉得我们太能吃 怎么了 高妹 龙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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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来着 龙筋美食城 然后我们在就是 眼睁睁在别人 问那个 就是在那个 就是那个 小哥问我们要吃什么的时候 我们当着的面 走掉了 很尴尬 就因为孙瑞吃不饱 所以我们从一家 茶餐厅 正准备点菜的时候 在周末睽睽之下 在别人唾弃 鄙夷的眼光之下 离开了 然后离开了之后呢 孙瑞一定要走 一定要去那个 某一个美食APP 去搜那个美食 然后搜搜搜搜到一家 看起来非常大 而且感觉气势很磅礴的一家店 叫龙筋APP 不是龙筋APP 叫龙筋美食城 我说哇 又是龙 又是城的 气势很磅礴 肯定是以前 什么 什么皇帝 来巡查的时候 下来吃过的店 是不是郑和 下西洋的时候 也来吃过的店 我就开始自己 开始自己劳补了 不是韩金龙 是一个 我没讲就知道了 我就开始自己劳补了 我就劳补 然后我就想 这绝对是 以前达官贵人们 下来 下香港来吃的店 下港 匿名香港吃过的店 我说那肯定很厉害 我们就找找找 结果 我们又找到了 找到了之后 不行啊 虽然找不着了 就说 不对啊 明明定位写着 就在这 到底在哪呢 我说 然后娜娜又说 是不是又关门了 找找找找不到 然后我 往左 往下一看 看到 在哪里呢 就是那种 小商铺 你知道吗 就是像我们卖奶茶的那种 小铺子 里面是不能进去吃的 就是一个 小商贩 然后上面写着 龙金美食城 非常小 就比我们 平常在街边 喝奶茶的那种地儿还小 但它的东西 非常齐全 然后虽然气死 虽然还没找到 我说 在那儿 那儿龙金美食城 因为他完全没有想到 是这么一个小商铺 他就一直往那种 很高啊 很大的那种建筑物 和很那个 很正规的 那个 那个餐厅找 在哪儿 我说在那儿 在高妹 高妹 高妹什么 高妹牛扎 他旁边一看 看到那个高妹牛扎 一看 旁边看到龙金美食城 气死了 我说你要吃吗 但我们当时因为非常的累 你知道吗 你知道某APP有多客人的话 但我们当时非常的累 我就想坐着吃 我们不想在那儿 站在路边一串 买完一串 再吃完一串 再拿一盒 站那儿持续的很尴尬 就很像 很像站在街上 干什么 我们又漂亮 我们这不能够随便站在街上 会被人家误会的 然后他说不行 不行 然后孙瑞 孙瑞就说 他说不行 然后孙瑞因为鼻子很灵 他就闻着味 他说 我觉得你再往那边走 肯定有好吃的 然后孙瑞就 闻着那个味 他说有个炸鸡味 他就 狗鼻子一嗅一嗅一嗅 就闻到个炸鸡味 然后我们就上了二楼 上了一个非常偏僻的小巷 然后进了二楼 然后有一个炸鸡 是韩国炸鸡 然后我就想说 我说 你第一天吃的 日本料理 第二天吃韩国炸鸡 是不是有点难受呢 孙瑞就说 没事 先垫吧垫吧 吃饱了之后 我们就吃个半饱 我们再下去吃 那个龙筋美食神 毕竟是为了他来的 慕名而来 不能不吃 我说行 这样一说 我也觉得很满意 然后我们就去 那个韩国炸鸡店 吃炸鸡 结果 哇 太好吃了 本来就想说 吃个半饱 再下去买点 小吃什么的 把自己吃饱 结果 太好吃了 你知道吗 因为那个韩国炸鸡 太好吃了 我们点了老多了 真香啊 吃的非常的饱 饱的不行 下去就是 我和娜娜已经不行了 俩人就是 肚大腰圆 整个肚皮圆鼓鼓 然后 然后只有孙瑞一个人 还保持着 十足的战斗力 下去 搞了三串 炸猪肠 搞了一个那个什么 搞了一个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鸡蛋仔 然后搞了个甘蔗汁 然后 点完这些就算了 他看到一个 有一个东西 他不行 他挪不动了 他脚停住了 他不能再挪步了 他看到一个上海臭豆腐 他非要点那个上海臭豆腐 我说你 一个在上海 工作了五年的东北人 你非得千辛万苦 跋山涉水 从香港 然后走 到了香港 从你香港的酒店 走路 走到这么一个小商铺 来这里买什么 买上海臭豆腐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是想气死我吗 你是想割应谁 你是想割应人家 你是想割应人家 香港人 还是想割应我们 在上海工作的大陆人 而且我当时很欠 我很欠 我说 孙瑞 你去那买上海臭豆腐的时候 你就用上海口语跟他讲 脑啊 脑 啊 脑 脑 什么来着 我这么说 脑是你 我怎么说 我要臭豆腐 反正就是 我说你用那种带着上海口语 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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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要上海臭豆腐 哇 对 你就这样去说 我说给他们气死 让他们吓死 就觉得人家正宗的 就是吃过上海臭豆腐的 正宗的人来这找麻烦了 给他们吓死 怎么样 吓得他们卷铺开 关门了 结果没有 因为我们都不会讲上海话 也没有这种恶作剧 也没有成真 结果 走 我们都买好了之后 打针回来 到我们拆开 那个 拆开我们的食物盒的时候 太快乐了 其他的都非常好吃 你永远不知道 在香港卖的上海臭豆腐是什么 它这么大一块 也没有剁碎 就是这么完整的一块 你知道吗 就是 因为你知道 别的地方的臭豆腐 都一小块一小块 是从非常大的一整块 臭豆腐这样分割 紧自行分割 它没有 它就这么大块 长方条的一块 非常像半个文具盒 非常厚 又厚又长 而且是 是那个黄色的 而且最关键的是 没有酱 一点酱都没有 没有辣酱 没有番茄酱 没有酱油 就一大块 一大块白白的那个臭豆腐 像发烤一样 也没有叉子 你就得这样啃着吃 像啃馒头一样 然后那个时候 孙瑞在那吃香港 香港卖的 上海臭豆腐 我在这卸妆 我一卸妆回来 我就看他坐在床头吃那个 我说 你什么时候买的馒头 你吃啥 你吃 我俩吃 然后你说你吃什么啥呀 我说臭馒头 你说好吃吗 我说像发糕 我是 我说像啃馒头 我说像你尝上 然后你尝一口 你说你 像发糕 真的很像发糕 而且一点酱都没有 一点酱都没有 非常干 连个酱油都没有 而且它长就算了 它还厚 都没炸透你知道吗 就是 因为它那个臭豆腐不是要炸透 炸到外焦里嫩吗 它没有炸透 它里面你咬一口 里面还是水状的 就是刚从冰箱里面解冻出来 就在油锅里滚了一圈就回来了 就没有炸透的嘛 就是外面是炸过的 里面就是豆腐 里面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生豆腐味 非常深的豆腐味 我在想说你不能在油锅里面再炸一下嘛 这香港的臭豆腐它是怕热嘛 它自己滚一圈 它自己就跳出来了 特别好笑 气死了 别的都很好吃 对 所以就是香港本地的美食 这些小吃都非常好吃 但是希望大家不要像我们一样猎奇 真的是猎奇 就是这种猎奇的天性没办法改 然后讲完了 讲完了我们第二天的故事 我们第二天吃含料的故事 要跟你们讲我们第三天港九的故事 这前面两天不是啊 虽然讲前面两天的故事依旧非常精彩 但这只是一个开头而已 我们故事真正要进入高潮部分了 高潮迭起的部分要来了 一个电影要 刚才都只是一个电影的起 起程转合你知道吗 这只是一个起誓而已 只是开始而已 现在我们的电影要进入高潮 进入主题了港九 对铺垫了这么多 我现在才开始说呢 我一下子是不是 哎呦嗓子哑了 你刚才嗓子 对我们要开始说港九的故事 正片来了 对现在大家不要去上厕所 一定要就是全程贯注盯着这个屏幕 好好听一听啊 就是我们那天就第三天 来香港的第三天 然后我孙瑞就下班很早 我们就下班早嘛 就决定说晚上出去吃点饭 就决定 因为我们那天很累 而且当天天气很潮湿 我们就有种不好的预感 我们就说就在附近逛逛就行了 而且因为我们前三天前两天 吃的都是含料和质量 我就说第三天 哎 这是铺垫 不是有预感 哎 孙瑞 你知道什么叫电影的铺垫 你知道什么叫伏笔吗 你什么都不懂 你不要在这影响我讲故事 你知道这叫伏笔好吗 我先跟大家讲这个伏笔 就是我们有预感 希望大家心里也有一个预设好吗 你急性子急死了 嗯 我不想讲 你要打我 你快出来 你快出来 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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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都不出来了 我不出来 我出来 哎我跟你讲 就是我们那天下班特别早 然后 就那天下班很早 然后我孙瑞就说 哎呀这里没有回生哎 不习惯 声音没有那么浑厚了 哎呀快点了 然后我们就说 早就出去吃饭 然后孙瑞我们都很累嘛 我们就说就在周边转一转 然后我们当时 我就看到一个 一个叫韩家庄的店 我们觉得很好 我就说 我去某APP上搜一搜 他说行 我一搜人均590 我说算了吧 对 我说人均 你看我这期之末期 我都记得特别清楚 我说人均590 我说算了吧 我说因为他在二楼 我觉得我们懒得爬 所以我们就没去了 不是因为这个人均 把我们吓到了 然后后来我就查 查了一个叫做 稻草 稻草人烧烤 记得吗 就在旁边叫稻草人烧烤 我一看 人均69 我就 我没告诉孙瑞是人均69 我就孙瑞说 我说 他是不是烧烤 是稻草人那个港式茶餐厅 我说 孙瑞啊 我们来香港三天了 没吃过一次港式茶餐厅 我们就去那家了 我觉得那家环境很好 然后孙瑞可不去 他说 我吃不饱 不去 他说自己吃不饱 气死我了 我说 他人均69 你怕什么 你跟我人均69 这件事 我没告诉他 我心里告诉我自己 但我不能告诉他 我如果告诉他人均69 你每句话都把自己说的太好了 我就去看了那家评价 我想用那个评价 去那个 去告诉他 就是去怂恿他去吃 结果发现一个评价都没有 我说算了吧 我也怕人家是黑店 我说怎么可能再繁华到市中心 人均69 而且一个评价都没有呢 我就有点害怕 我说算了不去了 然后孙瑞就说 那我们去别的地方逛打逛打 然后就逛逛逛 实在没有地儿 你知道吗 因为香港 因为我们住在市中心 而且我觉得香港的街头啊 就是长得都很像 就走两步是一个沙沙 再走三步是一个免税店 反正就到处都是商铺 就是非常非常的像 然后我们就有点迷失了方向 在人生的道路上 有一些迷失了自己 然后突然孙瑞看到前方有曙光 他说 诶 我看到一家店 我就去那吃吧 我看在那 上面写着三个大字 必胜客 我们从上海专门跑到香港 来吃必胜客 我本来是有点想拒绝的 但是我也想 第一 必胜客可以好好把握他的人均 第二 周边是真的没有什么吃的 都是一些鞋店 衣服店 不能吃皮鞋吧 虽然皮鞋是能够冲击 然后我们就去那个 必胜客进去吃的 环境很清幼 人也不多 而且很大 我们就进去吃 都没看价格 因为我们点单都不敢讲 瞎点 死点 想着必胜客 必胜客 必胜客 必胜客你要点什么 你要看什么价格 你点都不操心 你就瞎点吧 就点自己 平常爱吃的那老几样 就点完了之后 也没有点很多 点两份面 一盘鸡翅 一个披萨 一份汤 然后三杯可乐 两杯可乐 我喝了一个雪碧 就这些 我喝了一个冻灵茶 就这些 好我们就吃得很快 而且你们知道吗 香港的必胜客 和大陆的必胜客 味道不一样 它那个披萨的知识 特别的多 知识就能拉丝 从这一直拉到长城 不是 那不是知识 哎呦 什么 什么是知识 是不是 那是那千岛酱 是往上抹的 是酱吗 我说的知识 怎么有味儿啊 我想说 我说的皮萨下面 不是那烤肉酱什么 它是千岛酱 对 然后那个酱 拉丝 从这可以一直拉到长城 拉老长了 很Q弹 像鞋带一样 你啥时候吃 那千岛酱上 我跟你说 它那个知识 香港的皮萨 知识真的很少 真的很少 它没有啥知识 它酱满了 那我吃一口 拉丝那个是啥 那不是知识吗 那上回包包的一层 知识 你拉了一个丝 那下面全部都是千岛酱 那不是知识 哎呦我的妈 不是拉老长了 千岛酱怎么能 你啥时候拉老长了 我跟你看呢 不是 你下面是千岛酱 哦 这炸鸡拉老长了 对 哎呦我的妈 串了串了串细了 这是我上一部戏 是我第二天 吃那个韩国炸鸡 那那个炸鸡有个 有个卷 然后里面有个知识 拉老长了 从这一直拉到长生 哎 串细了 串细了 对那必胜科那个知识 没有知识 拉不长 串细了串细了 有点棒了啊 对记忆力不太好 事太多了 我们这几天 哎就得记下来 然后我们就 吃那个知识 那个面也不一样 那个千岛酱酱面啊 它面里面还有那个土豆泥 然后那个酱也是 反正味道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鸡翅味道倒是一样 可乐也是可乐味 可乐有 对水对的有点多 不是 是冰块 会不会说话 对 可乐就是冰块放的有点多 冰块化了之后 那个水就有点多了 是一个道理啊 然后后来 是吃完了之后 我们还休息了一下哈 就说可以结账了 结账就再去逛一逛什么的 结果结账的时候 吓 蒙掉了 孙瑞付的钱你知道吗 因为我手机没有WiFi了 我手机WiFi就是 没充电 WiFi断掉了 而且我没办卡 这个事我要好好吐槽一下 本来 我是准备办一张什么乱七八糟的卡 插在手机里的 结果我们在排练的时候 我跟孙瑞说 我说我给你也买一张吧 我买两张 咱们一人一张也不贵 也就三百多块吧 没有三百多 五十几块 我说我就给你买一张 就是没事 孙瑞说 不买 不用买呀 不用买 香港又 别 斯大夫给我们WiFi 我还开了漫游 不用买 然后我就非得买 我非得买 死不让我买 还说我 不要买浪费钱 我们这有 就是搞得一脸 自己居家贤惠仔的样子 结果我就真没买 真没买之后 到香港蒙了 没有流量 WiFi 一下断电了之后 我就是一个废物了 我什么都不买 那你们俩让WiFi转件呢 人能有电 你晚上不冲 那赖谁 我晚上冲了 那怎么能一下 我就没电 因为那个WiFi 他想休息一下 不行吗 你就没充满 我告诉你 我充满了 因为WiFi 因为WiFi 他自己也想休息一下 是不是 就是为什么人可以休息 我们睡觉了 手机也可以休息 WiFi自己为什么不休息 他自己有自己的意识 反正就WiFi休息了一下 我就手机就没有 没有WiFi 我就废了 废了之后呢 孙瑞手机只有百分之二十 那个时候二十的点 百分之二十点 然后他就结账 结完账之后 我就回来 我就给他 我要算钱嘛 我要给他打钱 我就算港币 我问他多少钱 我就看下次 630 660 我们俩 在香港吃逼圣课 吃了630 而且啥也没吃 就吃了这些 对 孙瑞也没吃饱 而且孙瑞 点了两杯可乐 正准备点第三杯的时候 我还制止了他 因为我就觉得 不要再喝可乐了 而且我后来 看了看菜单 可乐很贵 对昂贵的可乐 我说不要再点了 我们下去自己买 我说我们说 我们下去到处都有那种 便利店什么去买 我们哪 然后就气死了 反正就是吃了一顿 非常昂贵的必胜客 我当时还不如 吃那个寒家装 对 就还不如去高老装 不是高老装 还不如去吃寒家装 吃点烤肉什么的 对 还能吃点肉 吃点孙瑞最喜欢的肉 反正当时就吃了 非常昂贵的必胜客 在香港的第三顿 是昂贵的必胜客 第一顿是不太好吃的日料 第二顿是那个芝士 拉得非常长 拉得像鞋带一样的 韩国炸鸡 第三顿就是昂贵的必胜客 然后我们 我们吃完了之后呢 突然是突然吗 走在路上 下雨 不是走在路上 下楼 一下楼 我们当时 因为我们当时在那个 吃饭的时候听不见 外面就是听不清 我们在室内吃饭嘛 一下楼的时候完蛋了 哗啦啦 那个雨就太大了 就是这种 豆大的雨粒 你知道吗 形容一下 就像黄豆 就像有阿嬷在那 扫黄豆 整个黄豆 倒在你头上一样 豆大的雨粒 倾腾而下 当时真的是 对 伏笔来了 就我一开始就 因为空气很潮湿 我当时就有这种预感 而且最可气的是什么吗 他说这个预感的时候 他自己 心虚的笑了 而且 我们来香港之前 我们有查过那个 就是查过天气预报 是说香港一直要下雨 所以 那你查是我查的 哎呦我的天 我去香港来之前呢 我查了一下香港天气 我发现我们在这些天气 全部都下雨 然后我就把这些事告诉我 叫欣说 她自己查了一下天气 天天下雨 还这人 毕业这怪 然后告诉我 你这爱听呢 你说 我重新讲 我重新讲 讲错了 讲错了 重新讲 回答啊 存档存档再来 就是 孙伟 我们要来香港 孙伟 我最查了一下天气预报 告诉我 香港一直下雨 我就听到了 听到之后 我回去 听到之后 我回去也查了一下 你回去也查了一下 快说 你笑 这直播都快播一个小时了 你这还没从开始 你还没说呢 就是 他查了之后 告诉我 我也查了 所以我们俩一起查了 这我们俩一起的功劳 但是没有什么功劳 因为 这是一个伏笔 这是要斥责孙伟 为什么呢 孙伟明明都查了 他也知道下雨 而且最可气的是 他明明也带了伞 而且我带了把雨伞 带了把雨伞 他把伞落在酒店了 我没落在酒店 是因为他出击时候 根本没下雨 对 就是因为我们出去时候 没下雨 他把伞落在酒店了 吼了分辣在酒店 我根本就没带 对 就是 我们出去时候没下雨 他就把伞落在酒店 根本没带 对 好继续 很可气 而且你说 如果你不跟我说这句话 那就算了 你跟我说完之后 我就更生气了 你知道吗 心里就很难受 结果后来我们就要去买伞 我们就去遍伞店 对吧伞还在吗 没了 对吧伞没了 我们就去遍伞店买伞 然后买了买了买了买买买 买完了之后就说要去 就是走一走逛一逛 虽然那个时候雨还蛮大的 也没有很大 不是 那后来怎么来 咱俩在避身课的时候 就说要去买东西 然后咱俩才出去 对对对 我们俩在避身课的时候 就说要去买一种化妆品 然后那种那种化妆品 然后科研室 他是用纸袋子拎的 这也是一个伏笔 希望大家记住 科研室的化妆品 是用纸袋子拎的哈 在下雨天很潮湿 希望大家知道 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我们就去 就是说要去买东西 我们就撑着伞去买东西 买了买了之后 我们到那个商场 走了好久的路 我和孙瑞 孙瑞 孙瑞穿着一个 就他今天穿的这个上衣 然后下面穿着一个丝绸的裤子 整个裤子湿透了 我穿着一个这样的上衣 下面穿着一个牛仔裤 我整个衣服湿透了 紧紧贴在我的后背 我们俩就是一个落汤机 然后我们当时就是很害怕 那时候还没有特别湿 一般时还没有一就是那种五分干吧 就要是不是要杆不杆的那种样子 然后我们当时就是去 然后终于走 走到了那个商场 就看到商场那 虽然当时就是又跟着某APP 就说那个地方可以买到这个化妆品 我们就去了 去了之后就在那逛 一路乱逛一路乱逛 结果逛到逛到一半的时候 随时非常开心的跟我说 他说哇这个商场有21楼 我说我真好 他说但是赵雨晴 就我们要下楼的时候 我们买完了什么东西都买完了 他说赵雨晴有个坏消息告诉你 我咋了 我们伞没了 我说伞怎么能没了呢 你不是一直拎着的吗 而且我们是有在逛衣服店 我说你也没有试衣服呀 逛化妆品店 你也没有抹呀 是我在那死抹化妆品 死用人家化妆品补妆 你根本就用都没用 为什么你会把伞拿没了呢 因为我是拎着化妆品 我们俩分配的很好 我拎化妆品他拎伞 我化妆品好好的在那 你怎么就把伞搞没了 他说也别废话 他就恼羞成怒 你知道吗 他就 我丢了就是丢了 刚才不知道在哪 就叫了 对 他就知道自己做错了 他也不想承认 又把我骂他说 哎呀别废话了 丢了就丢了 别叫了 叫啥呀 再去买一把 他说你丢哪儿了 你丢哪儿了 然后我还怕他 我说我咋知道丢哪儿了 我只要丢哪儿 我就去捡了 我说我都说丢了 我都知道我丢哪儿了 我丢哪儿 那叫丢了吗 对呀 就很生气 就我说你丢哪儿了 我们去找找 因为我们没逛几个店 就逛了一个两个化妆品店 一个衣服店 还有一个 一个就不知道忘了什么店 我就说我们就顺路再去找 肯定能找着 哎呀丢了就丢了 丢了就不属于我们了 再去买 我说看到有卖伞呢 走吧别废话了 磨叽啥呀 他把伞弄掉了 我还要补 我还要被他骂一顿 然后我们就去上去 结果我们要上去 到那个买伞的地方 关门了人家 因为那时候已经十点了 人家店都关门了 我们就完了 我说完了 这回要光着走了 我说要不然 我们就打个车吧 结果就说打不着车 因为在香港 就是打不太到车 而且我们如果要打车的话 又要冒着雨打 我们要从 从那个商场出去打 就是得不偿失 要临成啥样 还不如不打车 然后后来我们就走走走 突然看到了一家店 就是有卖伞的 是那种卖的 很可爱很可爱的 你没说牌子啊 内衣店 不是吗 不是内衣店 睡衣店 它只是 只是卖内衣而已 对是一家睡衣店 那它卖内衣和袜子 然后我们就去那买了个伞 买了一个像 像睡衣一样的伞 就很漂亮的一把伞 结果我们下楼了 超贵 超贵 我一打开那个伞 完蛋了 就只能盖住我一个头顶 然后张立新的身材 就能盖住 我这个伞长的大 对 都盖不住 对 然后又打开之后 我就完蛋了 我心想这是什么小伞啊 就很像那种 就是小时候吃的那种冰淇淋 或者小时候吃的那种蛋糕 上面撑的一把小伞 然后那蛋糕那么大 伞那么点 这什么都挡不住 然后我们就是完蛋了 然后结果没办法 然后我们就撑着 撑着之后 就又打开了某地图APP 就说跟着地图 我们走回去吧 你打不到车 我说行走回去 我们就走走 走到路上 雨越来越大 而且 关键的时候来了 我就当时我就觉得不对劲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来的时候 有几棵 非常大的古树 非常的漂亮 我说哇 那香港这个古树好大 肯定停留 我还在那拍照 我冒着雨 我说孙人等一下 我在那拍个照 那个伞 那个古树太漂亮了 肯定很有历史 历史渊源了 肯定有很多故事 然后我还在那死 讲 所以说哎呀 一个树能有什么故事 快走吧 他还骂我 我都还记得 你看多气愁 然后我就记得 然后后来我们回去的时候 一直没有经过这个树 我当时就这样怀疑 你怀疑你知道他咋说吗 他这样说的 他说 咱们刚才是从那边过来的 现在是从这边绕回去的 那边有树 那边没树 原来你得倒是这样的 他的门是咱走错了 他就是说 他说 他说 你记不记你说的 你说 这古树是那边的 咱们让我回来这边没有树 不是 是这样的 我其实倒是心里有点怀疑 但是我想给孙仁一点面子 你知道吗 你可怕 因为我手机没有wifi了 我到个人的导航走 我就怕他难过 我就怕他觉得我质疑他 我就用这种方式提醒了他一下 但他没有听出来我的悬外指引 我就给他台阶下 我说可能我们来的时候走这个路 他根本没有怀疑这些 我告诉你 他就是这样的 他就是整的好 因为他走过是 对 我发现 原来是这样的 咱们上上这边的 就是有这个古树 然后上上这边有没有 对我们走反了 我们走反了 然后 这样 后来最好笑的事情到了 他跟着某APP 某地图APP 说有9分钟 我说那挺近挺快的 走走走 在雨里走了20分钟 我问他还有多久 他说还有9分钟 我说为什么 我们难道鬼打墙吗 这个都还没有 这个没有啊 你这个之前是有一个帅哥给你送的 这没有 我讲完 我这还得按顺序 我把他顺序重新整合了一遍 对然后我就 我说难道是鬼打墙吗 为什么我们走来走去 还是9分钟 结果一看 孙瑞跟我说 哦 是打车9分钟 是打车9分钟 我们走路走了20多分钟 还是9分钟 而且在大雨地里 而且最搞笑是我们那时候 下大雨散掉了一把吗 然后下大雨雨实在太大了 就只能盖住我一个人 然后孙瑞 然后盖住小伞 对 我也是 孙瑞这半喇石头 我这半喇石头 我们两个半身 拼成了一个干人 另外两半人 下个大几个人 对 而且他穿的是一个丝绸的长裤 他自己拉上来了 拉着小短裤 而且我穿着一个运动鞋 我这运动鞋像船一样 我跟他讲 我这打车鞋量两天都没干 我现在还没干 而且我那个运动鞋 最高兴的是什么 我运动鞋外面是有网的 我踩一脚 那个水族往里刺出来 踩一脚 水族往里刺一下 像那个刺水桥一样 一刺一刺的 喷射往外 觉得很可气 就这么湿 而且我们当时都不敢进任何店 我们当时本来想去买零食 觉得自己脏 对 我说叉叉别进了 咱们脏 我俩跟一种 我俩都全湿透了 然后我俩想进家店 然后我就别 孙瑞想买零食 我就说 我说我们会不会给他们添麻烦 然后孙瑞非常卑微的 说下去别去了 我俩脏 一会儿他那东北大会大傻子 脏 就是那个嗡 还有一个菜 你就感受到他那种 内心的难过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好心酸 就把他那种心酸的语气 全都说出来 然后我们就又去 变点店又买了一把菜 那个时候就发现不对劲了 不对劲之后我就说不行 所以我们得必须得问一下 我觉得我们这走错了 然后他就去跟那个 我们的工作人员是吧 跟大家 而且当时我们手机快没电 他手机 每天都已经走上高架了 对我们当时 最搞笑的是 我们当时快走到铜锣湾了 谢谢 而且我们当时就是 已经走到很荒芜人烟的地方了 其实那时候没有很晚 11点都还没到 但已经走到一个荒芜人烟的地方 一个人都没有 也没有车 而且还有个隧道 我们当时觉得很怪 然后隧道旁边有个便利店 我们就去便利店买水盒 因为走累了 走渴了 然后我们就去买水盒 顺便买了一把伞 买一把伞当时我就说 孙瑞不行了 我说这不行了 孙瑞就跟那个staff姐说 说给我们发个定位 我们走 他一打开 走返了 非常快乐 然后恍然大 我说怎么走那么久 走返了 走吧 我们又走 我们又掉头走 要离开那个高架 离开那个 就是离开铜锣湾 你知道吗 逃离铜锣湾 铜锣湾立险期 我们住在哪里 杀尖嘴 煎炸水 你要不要把酒店 告诉大家 我们住在 我们住在香港大学 我们就一路走 然后后来 我们就走着走 就是已经返回正途了 迷途直返了 走在路上的时候 现在就是突然 突然我们走在路上 你知道那个时候 我们已经到高架上了 就是我们走回来 还有一段路 也没有人 突然身边有一个 个儿特别高的帅哥 拍拍我的肩膀 然后拍拍我的肩膀 给我一个东西 我说什么 我说为什么要给我东西 你没有 你没有什么 我说不要 我吓死了 而且手就是这样的 我吓死了 我一个手无嘴 一个手 我不要不要 就是一边在窃息 我说话 就大雨地里面 还有人跟我搭讪 我当时想 我跟你说 我当时想 我的妈呀 就是有人给张雨昕搭讪 我当时我跟你说 我当时吓死 我真的觉得 因为那个时候荒无人言 我说完了 我们俩就要命丧于此了 我说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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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碰我 不要离我远点 去吸引那么多话 然后那男的我们现在记得伏笔吗 我们去买的科研室 然后递了我一个科研室小样的时候就用了一个变比较变角的普通话说你的小样 我当时差点回 没有 你说你掉的 你掉的 我差点讲说我掉了啥 我一看 我说是我们掉的 我说谢谢 谢谢 然后买的 走了 就是气嘟嘟的就走了 两蹦三蹦的就走了 走走了 然后当时 你记得我们一开始的伏笔吗 为什么我们的小样会掉呢 因为我们的那个科研室的袋子是纸装的 而且我们带着一把小伞 我们半边身子都湿了 所以那个纸袋子已经浸透了 整个底都已经湿透了 我们的化妆品一刻一个 从那个烂掉的袋子从那个洞里面掉出来 一路上都没有感觉 张雨昕真的是她拎着这个袋子越来越浅 她自己一点感动 到她手里拿着那个破袋子 已经快空了的时候 她还没有意识到那东西都掉光了 而且 她没一干净这件事 她还一点感觉都没有 而且最搞笑的是 我们不只买了一样东西 我们买了好多 那个袋子非常重 有科研上有别的乱七八糟的一大堆 把那个正恶 而且还有我的WiFi也在里面 我的WiFi 我的移动WiFi非常重的一个东西也在里面 就那么重一个袋子 我一路掉那么多 我一定要感觉都没有 一点反应都没有 结果掉光了 就剩个小样 还有人家给的 还有人家给的 而且那个小样 差点还被我推出去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给我小样 唯一掉了那个小样 唯一找回来的就是那个小样 然后人家给的 小友情差点也给 不要还的我差点也不要 想着就让他跟他兄弟们团聚算了 我不要了 不要让他狗活于人世间 对啊就很可惜 然后后来我们就 雨就越下越大 越下越大 然后就没了啊 就回来了 没了 没了吧 还有事吗 咱俩还有汤着水 汤着水不说了吗 鞋子水枪 一嘖一嘖的 对就这样 我们那时候就 就从那边再走过来 又用了50分钟 对我们走了 我们反正在大雨地里面走了一个半小时 我们十一点半才回中心 而且我们回来的时候就是 我们酒店是有地毯的吗 我们走一脚地毯就伸一下 走一脚地毯就伸 走一脚伸一脚 走一脚伸一脚 咱们刚开始 咱们俩找不到地的时候 给圆圆打电话 对对对 然后圆圆说他们还没拍完 对对对 然后就等着他走的时候 遇到了圆圆 对就是我们当时给圆圆打电话 圆圆说他们的MV都还没拍完 结果我们到酒店的时候 圆圆已经便利店的食品都买好了 都拎着进来了 而且我们的工作人员 在那悠闲地吃泡面了 然后看着我们像落汤鸡 然后你们去游泳了吗 我说我们今天经历了非常多惨痛的事情 我们当时就有很多要说的 一下子就是有一种东西梗在猴头里面 好多东西要说 好多事情要分享 说不出口 只能吐出一口浊气 变成一口叹息 化为了烟雾 飘到了香港的高空 这就是结尾 你看是不是有头有尾 那口气就变成了孙瑞 刚出生的时候 那个云层拼凑出来的狮子 怎么样 前后还呼应了 一点没感冒 怎么会一点没感冒呢 赵雨昕还说赵雨昕说 哎不行了 对 明天发烧了 发烧了 哎对 我跟你们说 这一句话我跟你们说 赵雨昕没有发生什么忙吧 还在一顿叫 哎呀 这回不也发烧啊 完了我现在有点头晕了 我感觉 我现在趁热开始发热了 我觉得我要发烧了 对 一直在我旁边这样说 跟我气的 然后 然后我走错路 他也在 哎呀 这咋走错了呢 我说你赵雨昕 你说你自己想想你干啥 到底 对 而且我当时就是 而且我们当时很冷 因为一直下雨 然后我们衣服都湿着 然后又吹风 我当时冷死 我说 而且我这个衬衫 四四贴在我的身上 我跟孙瑞说 你帮我拉开 对 他就紧紧贴到我背上 我也没有手 孙瑞 你走到我后面去 帮我拉一下 你帮我把那个衣服 从我的背后拉开 事贼的 下人大暴雨 老赵雨昕突然就停下了 我说来孙瑞 你帮我把衬衫从我身上拉开 然后我又站在那 把衬衫从身上拉开 我一拉 他说 你妈呀 太冷了 结果一拉又很冷 而且又 他又一拉有湿度嘛 一拉可以有湿度 当时 对 他一拉就给我抬进去 就白拉 一拉又铁着 一拉又铁着 一拉又铁上 然后就 我扛 扎一个 你说记不信 而且当时 我们在下雨 你知道吗 就下老大的雨 我觉得很冷 然后一直吹风 我就说 要不我们随便去买件衣服穿吧 我说太冷了 就会没买 然后不是 对没有 照一心说 太冷了 咱买件衣服穿 我俩就下到一个地方 就那地方开个巨冷的空调 对 更冷了 下去 要冻 更冷了 然后你们说 还不如外面暖和 大家知道我的衣服 下边是长什么样的吗 我跟你们说 最尴尬的在这呢 然后结果呢 我穿那丝绸裤子 它就是被雨淋湿了 贴在我的裤子 腿上了 结果我这个 这件衣服 非常明显 他那个形状 孙瑞这个V字的形状 那个V字的形状 非常明显 我跟孙瑞说 对 我跟孙瑞说 我说不行了 我帮你拉一拉 我抱打你 就像你拉我衬衫一样 我把你这裤子拉一下 全身都湿透了 很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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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紧绷 非常紧绷 他就 有个V字形 对 像连体永固一样 然后结果我在前面走 我在前面躺着水走 然后就 然后就说 不行 你这后门太狗狠了 我说 必须帮你拉一拉 我看不下去 我跟你说 我们俩那天真的绝了 我还风化 我们两天 我们那两天真的 我两天就太随了 已经随到已经 很倒霉 就要见那时候真的 真的非常冷 冷到我都觉得自己在发热了 真的 就是丰飞一场 我还跟孙瑞讲了一个故事 我说你知道吗 人如果是冻死的 在死之前 他会觉得自己非常热 会把衣服都脱掉 然后满世界乱跑 觉得自己很热 结果就被冻死了 我说孙瑞我也快了 哈哈哈哈 我跟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跟他讲了一个点故 我从来没觉得我自己 有这么厉害 就那天下大尾 然后后来 所以昨天我们也淋了雨 昨天我们拍摄的时候 一边拍一边鲤鱼一边拍 你们应该看到了我们 那个官博发的那个 很可怜 发的微博 我们在很很黑的那个大雨里 对 然后但是 那个我跟张雨昕都觉得 像保湿喷雾一样 像保湿喷雾一样 我两个对我们 昨天冒着雨拍MV 我们觉得没什么 结果我这样醒我来的时候 我说孙瑞 这是保湿喷雾 你觉得跟昨天比起来 咱们这算什么 对我说这算什么 就昨天我冒着雨拍MV 大家都觉得好好 雨好大 怎么香港的雨这么大 风这么大 我说这什么 这不就是保湿喷雾吗 来再喷得均匀一点了 天爷 哈哈 很过分 等一下我们 硬牌站着 我就跟张雨说 我们俩很自在 他们每个人都说 哎呀雨好大 我们俩这哇怡然自得在威风中 很快活 因为这跟我们前一天比起来 这根本不算什么 真的不算什么 这小雨 这算啥 这毛毛雨 就是毛什么毛毛雨 就是喷雾 保湿喷雾 你知道保湿喷雾吗 就老爹也赏赐给我们 但是你没起见过 历江的暴雨震 我们昨天已经 我的感觉已经是暴雨了 是暴雨 就是真的 倾盆而下 对 最主要是我俩边走 边闪电边打雷 对 我就我当时想了想 我当时想了想 我这一辈子有没有做什么 不该做的事情 雷公要把我劈死了 我们俩走在那个高架上的时候 那个雷一直在轰轰轰 对 给我了真的 那个真的太大了 而且打完了男的就出现了 你说可不可怕 你说吓不吓人了 硬着雷声就出现了 是不是吓人 昨天雨很大 但昨天雨一般 前天雨很大 前天晚上 都不知道有没有香港的朋友 就可以给我们坐证 前天的雨真的非常大 前天雨 你记得咱俩过道的时候 那水都已经磨脚锅了 对啊我们已经磨脚锅 我整个鞋都在里头了 所以我鞋出来的时候 那个从口里撕出来 咱俩走的时候 那个我们俩过马路的时候 那个两边还停着车 就看着我俩在水里 然后我俩没漫一步 那个水都跟着 起浪 还有那个人家吗 有车 从那个水坑里面 然后开过去不见你吗 你还骂人家 你说开车了不起啊 觉得 真的很好笑的事 这是你的音乐很棒 对觉得昨天真精彩的事情 太难过了 但回来的时候 身体一点不适都没有 而且还睡不着觉 对我俩睡不着觉 我俩睡不着觉 临成那样就洗着水澡 我们俩 对我们俩就不仅身体点是没有 还异常抗风睡不着 我俩不仅一点病没生 而且还把人家 睡不着 兴奋到睡不着觉 俩人 很快乐 说香港二傻 真的 很老乡 你听过一句话吗 日本的谚语 傻瓜是不会感冒发烧的 很健壮 对 太好笑了 而且下雨 但是我们查天据报 不是说这几天都有雨吗 结果没有 但我们这两天真的没有雨 我们前两天拍MV的时候 根本没有雨 我们前几天拍MV在海边 你知道我们在海边吃河饭 突然有一滴雨落在我嘴边 我说谁喷口水喷我嘴巴 就那个时候有下雨的征兆 但是 好多的 又一边在开太阳 你们仿佛看到了泳装蛋 又在下太阳 结果 那个雨落在我嘴角 我谁吐口水吐我身上了 看天上什么都没有 我说完了 老天爷对我吐脱吧 老天爷唾弃我 对我吐口水了 因为我们有好多是在海边的沙滩上排 我们说简直这不就是泳装蛋 一模一样 除了穿的多了点 除了穿多了点 对 很快乐 我指了这么久 十眼半了是不是 你指了多久啊 我指了一个多小时 我也指了 我指了一个小时离三分钟 我指了一个小时是十五分钟 你比我指晚这么 指早这么点 好了挂了吧 挂了你可以去打电话呢 不值得 我们的港窘事情已经讲完了 好三十一号公演 公演在公演不在我去哪里 就是我们的港窘吧 是没办法用语言 真的 真的 我们那天就是已经 随到 几点了 几点了 没有一件好事发生 而且尤其是咱俩走在那个 就是 泥地水地里 走回去的那条路上的时候 都不是咱们有了导航 有了导航的时候 咱们俩是非常明确的走回来 我带你走回来 但之前那个走 就是从那个 卖无目的的走 从那个商场 跟着我们那个假导航走的时候 那天都觉得 别走别绝望 越走人越少 越走地越黑 就是越走越到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 都上隧道了 我们当时就心里很慌你知道吗 雨超大 雨超大 然后下着雷 打着雷 然后刮着风下着雨 但是心里很绝望 而且我手机就5%的电了就回来 我跟你说 当时我就想着完了 那这袋道路上要没电了 叫你新的破手机 我没有WiFi 没有WiFi 我说完蛋了 而且我差点我就说 我跟孙女说 要不我拍一张吧 幸好没拍 因为拍了也是个假导航 对 拍了我们就真的走到铜锣湾去 我们是在铜锣湾的路上 要是孙女手机没电了 没有办法联系到别人了 我拍了一张他的导航 我们顺着那个导航走 我们就到铜锣湾 而且我跟你说 咱俩等我手机没电了 咱俩谁都找不着咱俩 对 而且我们如果去那个 如果就随便找一个旅店住的话 我们没有证件 我有证件 我带着 我没有证件 你没有所以你不用住 我就记着我当时小时候 我自己开店房 你没有钱 我有钱 我直接刷卡一年 那个酒店可以刷一年 你是真的没有 没有卡 没有钱 没有干嘛 我去天球上 我就在那住就行 没事我跟你一会的 他知道 真的很好笑 这件事情 而且我们当时还在路上说 我说这个要拍成情景喜剧 真的是太精彩的一集 就是编剧都编不出来的一集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是接二连三的 就是一件接一件 就没有间断过 这种搞笑的事情 没有间断过 服了 好了 挂了 嗓 嗓 嗓都是这样 会不会刚说完自己都没有什么事 结果第二天就发烧干爆 不能吧 不会 不能哦 我绝对也不能 可以写句话拍 真的可以写 嗯 这不是flag 而且你知道 诶 而且你知道孙瑞那张嘴 真的是吓人的嘴 他又祝福我了 你是不是又祝福我 你祝福我头发掉完 你祝福 祝福我头发掉光 对 因为孙瑞 他不是接了头发吗 他昨天梳头发的时候 那个接的头发掉了一簇 就这么一搓下去 我说 我说完了孙瑞 我说让你天天现摆自己头发多 因为每次孙瑞都在我面前说 哎呀我头发怎么这么多 头发多真是太烦了 又不好吹又不好干 而且我和他用 用一样的吹风机 他要十分钟 我一分钟 而且我要包两个 对 他要分两次 吹 而且要包两个小时 先把这水吸干 吹到一半的时候 再抹点什么东西 接着再吹吹十分钟 我什么都不用 一分钟干的透透的 头毛都炸起来了 我先包两个 头皮都干掉了 再吹十分钟 然后吹十分钟 分两波吹 这等于二十分钟 然后等于第二天早上 我头发还湿着呢 我就没有 然后他就很生气 他就很生气 他说哎呀我头发 不是多少 你看大家看一下我的头发 不可能 我头发什么的 张有心头发 吹那么多 哎有可能 不可能 你过来 不可能 你过来 他又鞭拍我头发少 不可能 哎来你把你头发去 举一下 你全拿着全拿着 我的妈 你头发太小了 还有 这还有 还 看一下 对 对 对